在香港的演艺界 霍汶西这个名字是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的 作为这块金字塔顶端的经纪人 他不仅是众多巨星的创造者 更是许多艺人背后的坚实后盾 而在他的众多合作伙伴中 谢霆锋的名字犹如日月之于天空 闪闪发光 这不只是一段职业上的合作 更是一种人生的陪伴 少年谢霆锋 气质张扬 性格倔强 脾气火爆 当初正值23岁的霍汶西被委以重任 要成为这位年少气盛的少年的经纪人 在初见时 谢霆锋对他的怀疑和不满如洪水猛兽 从拖延时间公然叛逆 甚至到在公开场合破坏业气 然而霍汶西并不为所动 他以镇定和策略 巧妙地化解了所有的冲突 令谢霆锋逐渐明白 想要在娱乐圈站稳脚跟 仅凭天资是远远不够的 多年下来 两人的关系逐渐升华 从单纯的工作合作伙伴到无话不说的知己 而这段情谊也经历了许多考验 从谢霆锋的感情生活 到他的演艺事业 霍汶西始终陪在他身边 是他真正的知己 尤其是在霍汶西怀孕那段时间 尽管众说纷纭 但谢霆锋始终站在他的身边 不离不弃 而除了谢霆锋 霍汶西也与业内许多艺人有深厚的合作关系 无论是荣祖儿、张家辉、古巨姬 还是TWINS 他都展现出了超乎常人的专业素养和人际关系处理能力 得到了业界的普遍认可和尊重 霍汶西的名字 早已与娱乐界的巨星如谢霆锋、荣祖儿、TWINS 张家辉、郑锡仪等人紧紧相连 一些人把他称作香港的杨天真 而有的则认为他是英皇娱乐的安全法 为何就是他 能够让谢霆锋向外界承诺 若他生下孩子 他会负责到老 为何在星光璀璨的英皇娱乐 霍汶西能掌控如此之大的权力 这个娱乐圈的破浪少女又是如何走到今天的 1972年的7月17日 霍汶西踏入了这个世界 尽管出生于一个普通家庭 但她似乎是天生的公主 不仅有着清秀的面容 更拥有着过人的智慧 14岁时 她被星探相中并得到了参与七兄弟的机会 与此同时 霍汶西与当时的女主角林青霞 因面容相似而被关注 林青霞对这个面貌与自己惊人相似的小女孩 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而霍汶西则从她那里获得了宝贵的商业谈判技巧 16岁 一次意外的机会 霍汶西和她的妹妹霍宝玲 受邀为一个洗发水品牌拍摄广告 知道品牌方经历了长时间的挑选后 最终选择了他们 霍汶西立即展现了她的商业才华 成功谈判到了五倍于原价的报酬 这也使她开始在娱乐圈展露头角 成为成年人的霍汶西 并没有想要在演艺界一味地追求名利 她更愿意寻找自己的道路 1992年 那是香港娱乐的黄金时期 四大天王纷纷展露头角 周星驰的搞笑天分席卷影坛 港姐们也都采燕出群 在这样的背景下 霍汶西选择了进入一家 日资电视制作公司 从最基层开始积累经验 她一步一个脚印 从制片部到市场推广部 她的名字在业界日益响亮 但霍汶西并没有满足于此 她跳槽至飞途唱片 及英皇娱乐的前身 虽然初期飞途唱片面临诸多困境 但霍汶西凭借着自己的智慧和勇气 成功帮助公司渡过难关 1994年 霍汶西步入英皇娱乐 当上了艺人管理部经理 开始了她的新征程 她手中捧红了一众明星 赢得了业界的尊重 霍汶西 这个名字也因此成为了娱乐圈的传奇 经过在日本资本公司的历练 霍汶西深知其所长 她向杨寿成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借鉴日韩偶像培养模式 培育多才多艺的艺人 并通过多元化的平台推广他们 杨寿成信任她的才干 鼓励地告诉她 你放心去做 我相信你 就在此时 命运赐予他们一个意外的机遇 当时的影星谢贤因欠下巨款 把她那位极具天赋的儿子谢霆锋 交给了杨寿成 年仅16岁的谢霆锋 面对着突如其来的命运转变 满面不悦 似乎并不把霍汶西和杨寿成 当成真正的导师 尽管如此 霍汶西用尽了心血 决心将她培养成明星 在此过程中 谢霆锋的种种风波 也锻炼了霍汶西 在处理艺人危机中的能力 记得那次 谢霆锋在公益音乐会上怒摔吉他 以及与张博之王菲的情感纠葛 每一次危机 霍汶西都在幕后默默地为他摆平 对谢霆锋来说 他是那个始终在背后支持他的人 是他真正的知己 不止谢霆锋 英皇旗下的其他艺人 也都给霍汶西带来了不小的挑战 尤其是陈冠西与Twins的事件 当陈冠西的私密照曝光 霍汶西本以为一句很傻很天真 就能平息大众的愤怒 却发现现实远不如一期 反观陈冠西的道歉方式 更得到了大众的认可 这一次 霍汶西认识到了自己的失误 并决心吸取教训 于是 当阿萨蔡卓妍的隐婚事件被曝光后 他果断采取了不同的危机处理策略 这一次策略取得了显著效果 当谢霆锋与张博之离婚之际 霍汶西撰写的声明 甚至被同行视为参考标杆 尽管如此 当时的阿娇事件 无疑是霍汶西的一大遗憾 杨寿成亦为此感到抱歉 因为阿娇曾是这场风波中最受伤的一个 而当阿娇结婚时 为了弥补这一遗憾 杨寿成给了他一份豪华的婚礼礼物 然而 在处理艺人事务上得心应手的霍卫西 对于自己的情感生活 却显得有些手忙脚乱 他曾因为忙于事业 一度错过了自己的爱情 当爱情再次降临时 他是否能够成功地把握住这次机会 只能拭目以待 霍卫西一度失去了他标志性的冷静判断 这位明星经纪人的情感选择 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职场的影响 英皇娱乐的艺人面临连续的挑战 公司声誉持续下跌 香港的娱乐界也逐渐显得乏力 但霍卫西未曾放弃 他运用自己多年来的人脉 勇敢地进军内地市场 杨寿成对霍卫西的信任有多深 自从英皇在北京设立分部并由霍卫西掌管以来 杨寿成并未亲自过问 因为他深知 无论自己是否在场 霍都能够处理一切问题 确保杨寿成的心无旁骛 尽管霍卫西是娱乐界的铁娘子 但爱情却成为了他的致命伤 大约在2010年 霍卫西与德利剑集团的贺丹青陷入了热恋 贺丹青也非同小可 21岁就开始创业 并凭借出色的商业天赋 积累了巨大的财富 两位强势人物 原本毫无交集 但却在某一刻互相吸引 碰撞出了浓烈的爱情火花 但这段关系中 两位个性鲜明的恋人 很快发现彼此的不和 导致在交往一年后选择了分开 更令人震惊的是 分手后霍卫西发现自己怀孕了 虽然许多人会为了保护自己的名声 而选择放弃孩子 但霍卫西却毫不犹豫地 选择了成为一个未婚妈妈 这个决定让整个社会为之震动 好似直言对传统观念的挑战 在舆论的风暴中 一个熟悉的身影站了出来 那就是谢霆锋 他对霍卫西说 不要害怕 我会支持你和孩子 永远照顾你们 听到这话 霍卫西潸然泪下 没想到曾经的那个小男孩 如今已成为他的守护者 而所有的努力与坚持 终于让他找到了意想不到的幸福 不少网友戏谑 令张博之和王菲都感到羡慕的女人 竟然是霍卫西 昨日他为他人点燃火焰 如今众人却为他增添热情 这一结局并不令人惊讶 因为善良和真诚终不会被遗忘 结语 在这个看似光鲜亮丽的演艺界 背后充满了太多的心酸与曲折 霍卫西与谢霆锋的故事 不仅仅是一段简单的经纪人 与艺人的关系 更是一段真正的人生伴侣 尽管外界有很多的猜测和质疑 但他们两人的深厚感情 是不容质疑的 我们应该敬佩霍卫西的坚持和努力 同时也为谢霆锋找到了这样一个 值得信赖的伙伴感到高兴 无论未来会如何 我们都希望他们可以一直相互扶持 走向更加光明的未来